哈喽小伙伴们,我前不久刚刚去日本旅行了一趟 本来呢,我就是打算彻底的好好放松一下的 结果到了日本看到各种奇葩的现象之后 实在忍不住想要做一期视频 跟你分享一下这强大的日本帝国 什么时候就沦落成为了一个旅游国家的呢 今天的视频我会结合我在日本的真实经历和观察 带你看一下,日本自二战之后迅速的崛起 成为了全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最后又吹出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泡沫之后 为什么又经历了一个长达30年的持续的经济衰退 你说那是日本政府或者央行的一个错误决定 还是经济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呢 我是澳洲Henry,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今天跟你讲一下我刚刚去日本旅游真实的一个感受 在过去这段时间,日本的游客数量达到了历史巅峰 在过去三个月里面,日本的这个游客数量 连续突破300万 无论你是在机场,还是在东京迪斯尼,还是在银座,还是在各个旅游景点 都是人声鼎沸啊 但是你仔细那么一听 几乎呢,说的不是中文 就是英文,又或者是斯米达,甚至还有很多越南语 但是就是听不到有人讲日文 LV,香奈尔,爱马仕这些奢侈品店 即使在35度的高温下面排队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任何商场,你走进去你发现不会讲日语根本就不是事 你不仅非常容易找到会讲中文和英文的这个营业员 而且呢,你会发现商场里面几乎人手都配备了一个翻译器 只要有任何听不懂的,立马把翻译器套到你面前 让你讲话,马上对着翻译器就可以跟你流畅的开始对话了 讲什么语言不重要,只要你卡能刷出钱来就行 但是如果你观察一下日本当地人的生活状况 或者跟日本当地人聊一下 你却会发现,生活在如此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却拿着非常低的时薪 很多人过度加班,睡眠不足 但是在过去30年里面,工资从来没有涨过 面对大量的游客涌入日本 他们一方面呢,是开心 另外一方面呢,又有说不出的一种忧伤 日本这个国家真的非常的有趣 在我看来,它是全世界最矛盾的一个国家 陈氏化率高达90% 但是却有超过90%的人坚持在用着现金 很多人连打车软件和外卖软件都没有下载过 日本人我们都知道啊,他们非常的讲究礼貌 但是他们又如此推崇暴利 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 另外说到思想保守 日本人的思想可能是所有亚洲民族里面最保守的 但是他们又在某方面特别的开放 培养出了很多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 你懂了? 今天我要用独特的视角带你了解一下 这矛盾背后的一个秘密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期视频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内容了 这两年啊,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 你是不是自己已经去过了或者考虑要去? 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你自己的感受 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这日本什么时候沦落成为了一个旅游国家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啊 还是最近日元的一个暴跌 说到一个国家的币种 那不稳定呢是一种常态 但是你这个上下起伏呢不能太大 日本政府和央行就曾经达到过一个共识 说日元呢可以不断贬值 但是呢一美元兑换120日元 这个是我们日元的一个底线 绝对不能破掉 可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 这一道生死线被打破了 美元兑日元呢跌破了1比130 而今年呢日元是在底线的这个基础上面呢 把自己的内裤都脱掉了 日元兑美元呢跌破了1比160 进入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这日元啊跌麻 这游客呀就买麻 所以这日本商品啊 在游客眼中看起来就相当于遍地在打折 所以大家就扎了堆趁着假期呢 去日本购物薅羊毛 感觉买什么东西都很便宜 大家都觉得日本要是不去一趟就亏大了 当这日本啊成为了游客的天堂时 那么对于日本本地的老百姓呢 虽然谈不上是地狱哦 但这日元不值钱了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钱包在缩水啊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钱不值钱了 所有的吃穿用度都在暴涨 就拿大米来说 日本人对于大米的喜爱 我估计全世界没有人可以达到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现在很少看到这个店只卖大米就可以生存下来 但是这样的米店 你在日本的街头 在日本的一个镇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家 我当时在宾馆看新闻就看到了 日本北海道一个媒体拍到的真实画面 现在日本平均这个一公斤大米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到10美金 最贵的呢 后面还有15到20美金的高级大米 而蔬菜肉类平均涨价也达到了50%到100% 这让日本的普通家庭的日子直接没法过了呀 你要知道日本人30年物价就没涨过 而30年前的日本人曾经富的牛油 嚣张的说要把整个美国买下来 在80年代的时候 日本东京的市中心的房价 曾经达到了一平米25万美金 你要知道那可是80年代哦 当时有了算了一笔账 只要把东京所有的房子卖掉 价格就几乎等同于美国所有的房价的总和 所以日本人当时说要收购美国可不是一个玩笑 但是没想到同样的国家30年后 居然经历了一个史诗一般的崩溃 2000年很多全球的经济学家说日本的经济衰退了10年 号称失落的10年 后来又过了10年 大家开始说呢 日本正在经历失落的20年 而最新的版本呢是失落的30年 不明就你的人呢 可能会高呼日元崩溃了 日本的经济不行了 可是事实是 日本就是为了打破这30年经济不给力的魔咒 希望重回正轨刻意贬值日元就是日本政府的一个秘密武器 因为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出口性国家 让自己的货币更有竞争力 对他们是有利的 而在已故的首相安倍执政期间 甚至这个利率一度变成了负值 被经济学家称为叫做安倍经济学 日元的一个负利率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几个非常神奇的效果 第一点呢 就是由于这个利率是负的 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进入了一个通缩 简单一点讲就是物价不涨 在过去这30年里面 日本的物价几乎就没涨过 甚至还下跌了 如果物价不涨甚至下跌 那你还有没有消费的欲望呢 你肯定没有了 所以日本老百姓就习惯了不消费 第二点负利率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负利率意味着什么 就是如果我今天借给你100块钱 因为利率是负的 所以明年呢 我还给你的时候 我只要还你99块钱就行了 这个就导致了 大家都不愿意把钱给到别人 哪怕是银行 因为银行也不给你任何利率 所以大家都喜欢持有大量的现金藏在家里面 日本现在是全球我敢说 最喜欢用现金的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这个手机刷卡支付非常的发达 到任何一个国家 你没有现金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也没有带任何现金 因为我觉得我随便到日本一个市中心 就可以换一点现金了 对吧 结果我第一站去了日本东京的迪斯尼的时候 当我在尝试做这个迪斯尼这个景区 它有个内部火车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懵掉了 我站在那个买票的机器前 我发现只能用现金才能买到票 你知道我当时是有多懵吗 你去日本的什么711各种购物商场 你会发现它有大量的电子支付的方式 包括什么中国内地的什么微信支付 阿尼支付 还有全世界的什么Wisa Mastercard 这些支付系统 它都可以用 但是人家日本人就是喜欢用现金 我在7-11那边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80%以上的人都是用现金 你要知道日本尤其是硬币掏出来都是一大把 客户跟营业员好像都养成了默契一样 就在那边一个个数硬币 我当时看的真的特别崩溃 瞬间感觉到自己穿越了 而日本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东西 就是保险箱 这是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的 他说日本人都会把自己的钱 藏在自己家的保险箱 所以说日本的税务局 或者一些刑事单位想要去查一个人 他们去的第一个地方一定是指导这个人的家里面 然后翻他的保险柜 基本上一查一个准 所以日本很多新闻都是在他们家保险家找到了多少多少现金 这种现象其实你放在其他国家是不敢想象的 第三点就是说这一次日元大扁之后物价疯涨之后 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冲击简直是太大了 就对于过去30年我物价从来不涨 突然一下子涨这么高 你说日本老百姓蒙不蒙 这日本的央行我估计也是蒙的 他说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表现就是为了让物价涨呀 改变通缩 但是你不能这么个涨法对不对 所以面对这个高厂的物价 日本政府是强行要求所有的企业涨工资 所以你看到日本的大型企业这一次是一次性的涨了6%的工资 小型企业也被迫要跟着涨工资 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就告诉我说上个月的时候 日本政府刚刚给每一个日本的老百姓无差别发了7万日元的一个补助 应对通胀 而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呢也陆陆续续的发过几次钱 但是这钱发的呀说句实话杯水车薪 你要知道这政府发的钱越多呀 这物价涨得越雄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但是这日元越跌谁最开心游客越开心 所以就这样日本从一个全世界买买买的国家 居然变成了一个心安里德坐在家里面看着游客来疯狂消费的一个国家 接下来我要说我观察到的一个神奇的现象 我们都说日本的老龄化严重 我告诉你真实的场景是什么 你去任何一个国家下了飞机 迎接你的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地勤人员 不能说个个都是俊男靓女吧 但是一定是那些年轻的充满朝气的人 因为他要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但是让我震惊的是 我从日本下飞机之后 看到迎接我的全都是一帮60岁以上的老头 机场的海关地勤人员 还有教你怎么样按指纹的 都是一群老头 不仅是机场 你会在地铁里面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穿着西装赶地铁的老人 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开出租车的 我跟你讲100%都是老头 另外超市的工作人员 还有他的工地上只会交通的 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所以究竟是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打工呢 还是老年人的性价比更高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日本企业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跟员工执行的是终身雇佣制 很多人在一家企业里面一干就是一辈子 那这种制度下导致企业之间的员工 它是不流动的 对于企业来讲招人本身就难 我们刚才又讲到了日本过去30年 经济不给力嘛 企业又不能随便开除人 那怎么办呢 企业想到的方法就是我不给你涨工资 我日本的朋友就告诉我 他说他已经在东京生活了20多年了 20多年前他来的时候 那时候在超市里面打工一个月大概就是20多万日元的一个收入 现在你在超市里面你去看一下招聘的广告 还是20多万一个月 所以年轻人面对这个无法上涨的工资 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 他们就变得非常的悲观 但你要知道我们大部分年轻人敢于买房子 敢于生小孩 敢于买新的汽车 都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乐观 而这种悲观就造成了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 从过去买买买的心态 变成了今天神神神的一个心态 因为他们不觉得明天会变得更有钱 所以这日本人既不喜欢买房子 也不喜欢生孩子 所以进一步拉低了这个日本的出生率 让日本的老龄化显得更加的严重 日本的这一代年轻人有多颓废 什么啃老宅男不婚不育全都来了 日本还有个非常神秘的群体 叫做隐蔽青年 据估计日本有70万的年轻人 他们跟社会是从来不接触的 什么意思 就是这帮年轻人平时白天他就待在家里面 哪怕要去超市 也是等夜深能静的时候 街上没什么人了 他们再去超市里面赶快买点东西回家 坚决不跟其他人接触 这种情况对于日本企业找人来讲 简直就是一个地狱难度 但是日本却成为了今天打工人的一个天堂 所以在这种市场下 年轻人就成为了市场的香伯伯 我日本的朋友就告诉我说 今天在日本企业招聘的时候 就好像在给客户推荐这个理财产品一样 谈媚的跟你介绍着公司的各种福利 你见过只要你愿意录职 立马给你发一笔巨额的录职奖金吗 这笔奖金是日本现在市场上非常常见的三个月左右的工资 俗称签字费 我好像只看到那种顶级球星跟俱乐部签约的时候拿过签字费 第一次听说打工人也能拿到 另外你听说过129天全年代薪假期的福利吗 这是日本现在企业刚刚推出的新一轮福利 日本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 简直是挑花了眼 到了企业直接单刀直路就问企业的HR 你这工作究竟辛不辛苦啊 每天是不是可以准时下班呀 老板性格怎么样啊 中午午休可不可以睡觉呀 但凡HR的回答让他们不满意 调脸就走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们刚刚说到日本企业不是终身雇佣制吗 但是你对人家员工忠诚 不代表员工对你忠诚 所以日本员工看到今天市场上这么多机会 自然而然就想要去其他地方试一试水 拿更高的薪水 所以日本诞生了一个神奇的职业 叫做离职中介 就是专门帮助打工人在离职的时候 去跟企业沟通的 因为年轻人觉得无法面对之前的雇主 所以这家中介呢 会收取你大概5万到10万日元的一个费用 直接帮你给企业递交辞职 然后并且帮你处理事后的一些工作 另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日本这几年呢 人人都是股神 这几年的日本经济其实赶上了一个谷底中的谷底 所以这日本政府就想自救啊 应点钱来刺激一下经济吧 但他觉得给老百姓直接发钱效率不高 于是他就把这些钱直接投入到股票市场了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就是这日本经济虽然泡该了 可是这日本的股市啊却女创新高 不仅是日本股市啊 你想一下啊 你只要买个什么美股买个比特币 哪怕你投资的产品没怎么涨 当你把钱重新换为日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赚了一大笔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人都是股神 大家看了一下 我随便炒个股炒个比特币 回报率都这么高 谁还在那边老老实实的工作呀 日本现在出现了大量的线下培训机构 专门教小学生如何炒股 居然有大量的家长把小孩送过去 因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人一定要学会理财 老老实实工作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把握住时机 这神不神奇 但是这又导致了企业又失去了一帮未来的劳动力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日本政府只能放大招了 第一个大招是放宽了海外人到日本来打工的签证 甚至这福利现在好到什么地步 哪怕你是海外人士 只要是来日本打工的 养老保险马上就给你买好 今天这日本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了 日本人的比例正在下降 我觉得按照这个比例下去 日本人的这个国家可能慢慢的就不会属于日本人了 另外一个大招是什么 就是鼓励老年人出来工作 日本在2021年2022年分别做了两个重大改革 第一个是把退休年龄从65岁改成了70岁 第二个是把拧取养老金的年龄从70岁延迟到了75岁 用通俗一点的话给你解释 就是打工人要多工作5年 但是养老金要少你5年 这一来一去你丢掉了10年 所以你是日本老年人你急不急 但是日本政府是这么说的 他说有一句话叫做活到老学到了 工作就是我们保持年轻的秘籍 工作到70岁是我们每一个日本人得到最大的福报 这样的观点你同意吗 第三个我观察到现象 我要跟你讲到根本是日本经济为什么衰退的如此之快 日本曾经被认为是东亚飞驰速度最快的国家 世界经济史上发展的奇迹 连续20多年经济增长保持在10%以上 它的这个速度让很多经济学家都惊掉了下巴 当年日本的汽车 日本的芯片 日本的数码产品 甚至日本的动漫 都让日本人在全世界的腰板挺得直直的 赚了大量的外汇 但是在过去这30年里面为什么衰退的如此之快呢 因为啊 这日本在过去这30年里面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我在日本的时候因为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要处理 就要跟别人用zoom开个会 偶尔呢打一个whatsapp或者微信的一个语音 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宾馆的网 还是我在7-11买的电话卡 都让我这个通话的时候整个卡到不行 我查了一下才发现 日本到今天 它的5G的覆盖率都没有达到30% 日本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 说了一句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 在还没有搞清楚5G是什么的情况下 他说我们日本将直接跳过5G时代 我们接下来要建立的是6G网络 马斯克曾经说过5G将会是这个电动汽车 自动驾驶发展的一个核心基础建设 只要5G网络覆盖率足够大 未来的这个人工驾驶呢 就完全是可以很快实现的 你这5G连CBD都不能覆盖 你说这电动车怎么开呢 但是这日本啊根本就没这烦恼 因为你在日本呢看不到电动车 我在日本的街头 在路上好几次在数这个日本的汽车的比例 我发现至少100辆汽车里面才会出现一辆电动车 5G网络没有电动车也没有 我们再来说一下日本人对于互联网世界的抵触 日本人到今天最主要了解信息的渠道 依然是报纸和电视你敢信吗 是因为我在地铁里面 依然看到大量的人是拿着一个报纸在里面读的 于是我在7-11里面就观察了一下 7-11依然有一个很大的板块在卖报纸和当地的杂志 而且卖得非常的好 我在日本当地的朋友告诉我 日本人特别喜欢去7-11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在7-11里面不仅可以购物 还可以交什么水电煤气费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难道不能在网上支付吗 他说我们压根就没研究过 因为大家都觉得去7-11交费是最方便的 日本虽然有强大的几个电商平台 但日本人到今天购物的习惯 依然是到商场里面去购物 我就发现日本这个商场里面特别有一个习惯 就是放一个小纸条在旁边 我当时就不明白这个小纸条是干嘛的 直到我到了这个商场的顶楼 到了一个区域 我才知道这个小纸条是用来干嘛的 是因为商场在宣传的时候 就告诉日本的老百姓 在我们商场里面购物跟网上购物一模一样 你看中哪个产品 你只要把这个小纸条拿到 然后到我的楼上给到我们的团队 我们就会把这些产品打包之后发到你们家 你不需要拎着它逛街 我到了这个购物层的楼顶上 然后我看着有多少人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时候 整个就让我震惊了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有了索尼松下软银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巨无霸级别的企业了 过去这30年里面能给一个经济体提供发达的动力的行业 其实就那么几个 互联网、智能手机、半导体还有今天的比如说电动汽车、数字科技、能工智能等等 而日本除了在制造业还有半导体行业在吃老本之外 其他几个行业几乎毫无见数 连自己的大本营、游戏行业都保不住了 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索尼在游戏领域里面的估值先后被微软还有腾讯超越 我们在全世界排名前十的游戏公司里面 你看到日本公司的名单正在逐渐变少 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支付系统还是什么打车软件 用的都是国外的系统 而在什么区块链啊什么能工智能啊 日本好像都选择性的消失了 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一定依赖的是一代又一代新的企业冒出头 这样才能颠覆之前的技术推动国家的发展 日本首富孙正义曾经无奈的表示 科技行业在日本正在逐渐的消失 我们整个日本将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国家 当时孙正义做这些话是为了激起日本人的斗志 告诉他们 人工智能将会是我们日本人新的一波机会 直到2024年 日本人等到的是67岁的孙正义亲自匹马上阵 对外宣称投资1000亿美金 重新进入到AI领域进行创业 可问题是年坡老矣尚能犯否 这真的是日本年轻人的悲哀啊 OK 说到这儿 我想跟大家讲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其实是充满敬意的 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吃过原子弹的国家 却可以迅速的崛起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经济体 但是我们在日本的街头虽然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高楼大厦 在日本的地铁里面看到先进的这个新干线 但是这些先进的硬件只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日本曾经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正在给全世界其他国家浪出自己的市场份额 日本在接连错过大量的封口情况下 自己的经济正在逐渐的衰退 但是谁又知道像日本这样顽强的一个民族是否又能够抓住接下来新的机会呢 你怎么认为呢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我觉得日本的经济发展对于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歧视 我们过去提到日本 我们总会敬佩他的这种工匠精神 从日本的料理到芯片到数码产品 甚至大刀汽车 甚至日本的马桶盖 我们都看到了那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但是工匠精神不能当饭吃 前提是你必须选择了正确的行业 如果日本在50年前选择的不是做汽车 而是做面包 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可能就不是七大日本汽车品牌了 这个世界的硬道你永远都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我曾经也花了大量的时间低头在那边打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总觉得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做好了 用户就会来找我 但是我后来才发现你在低头满干的时候一定要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只有你坐上了时代的风口 赶上了时代的列车 才能让你的努力得到该有的回报 否则你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天天无效的重复过去的生活罢了 如果你是在海外创业或者未来想要创业的小伙伴 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福利 我把我过去创业的经历怎么样利用好人工智能社交媒体这样的风口 帮助我的业务升级的这个过程分享给你 在这个60分钟的网课里面你可以看到我是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这些风口把我的能力进行放大的 你会知道怎么样用好人工智能打造出来一个简单的可以粘贴复制的一套系统 同时你还会知道怎么样让你的业务用好今天的一些时代的一些风口 我相信对于所有创业的小伙伴这个视频将会带给你巨大的价值 我今天把这个课程作为一个限时免费的福利赠送给你 你只要立马锁定机会就可以在我们限时免费的这段时间里面免费观看了 希望帮助到所有在海外的小伙伴在创业的道路上尽快的看到未来 加速你们的成功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我们下次见 掰了个掰